中華館推動政學生的健康提供服務 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萬人健康檢查 自一開始基盤到達35年 服務過19萬名的中華館民 這個只剩以中華的檢查模式 遵守很多住宅 來自後美、亞洲14個國家 總共47位在名的專家合照 是全天來到中華處境 他們現在來自世界各國的公共衛星 專家合照 衛星球每個科系的東林 用出別方式來介紹自己的藥物 就因為中華館25年前 開始推動萬人健康 那做好官民 更新為國際主播的社區健康 和服務省 才會去應這麼多國家的合照來觀摩 我們很感謝台灣和民國的政府 我們在這次見面 這個很感謝這一次來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地方政府 讓他看到這麼多東西 那他覺得說這個東西是他們以前都沒看過的 然後有很多的事情是他希望這個之後呢 可以去分享給很多的這個國家 我們繼續做下去 那很多全世界的人 會接過我們這個專家們 會來我們彰化起居 那我們彰化的經驗 會變成全人類呢 追求更長壽 更健康的生活呢 官長 王妃美表示 今年扮三十一張家的萬人健康 讓官民提早發言一杯 提早治療 目標就是要讓鄉親 有更好的健康 有更好的日子 大家一起努力 這個目標怎麼樣讓彰化的鄉親 能夠過有更好的健康 大家能夠過更好的日子 我想在這邊也要謝謝所有的醫事人員 醫生以及我們所有的志工朋友們 對於我們公共衛生 以及我們這個萬人健檢的一個付出 我們一起努力讓彰化人生活更好 能夠更健康 衛生局之外 萬人健康 政協中央 電影 醫界 學界 以及社區上主管 美容包括勒大鑑定 三高 結合併 以及憂鬱鎮定 台減行目 以及發展行為 今有第四個中華暴行 受到國際主播 大中華新聞 中世良 中華蔡宏報道